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聊起聊吧 夜话 我是Toto 我是Max 那么最近这几天我们跟朋友出来坐了一会儿 然后聊天就听说其中有好几个朋友都买房了 然后也有别的朋友也想买房 在这个就是想付出实际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就想了一想 我是属于没有房的 在美国也没有房 中国也没有房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说呢 看完这个房价 特别是洛杉矶的房价 我就想说我还是躺平吧 因为实在是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房奴 太可悲了 主要是这一年多吧 美国的房价确实涨太厉害了 特别像洛杉矶啊 以前可能五六十万能买的房子啊 现在可能有七八十万 涨了十几二十万一点都不夸张 像可能走到中部 像我们之前带的阿肯瑟 那边的房子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有一部分人吧 也不是很多哈 有部分人已经在往那边搬 是 不过我觉得搬也没什么了 现在洛杉矶真是太拥挤了 搬一些出去吧 包括我们的朋友哈 他们买的这些房子 像我们其中一个朋友 他这个房子太大了 买的 一万五千尺 这什么概念 对吧 那就是豪宅的这种面积了 虽然他那个房子介绍的说有一些旧啊 但我们还没有去看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remodeling 对 就感觉还蛮期待的 说实话 还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往东边走的一个房子 也是蛮大的 好像有四个房吧 对 四五个房 然后还有花园 对 所以 这些朋友们已经开始步入小康吗 还是说 进入中产吧 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阶段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跟房子有关系 是的 虽然我自己是不想自己那么累成为这个房奴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有自己想要的房子 只不过可能以我现在的实力 我可能无法去实现它 对 但是还是可以想一下吗 说到理想的房子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他们想要买的房子 或者想要居住的这种房子 很多户型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一来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个 你觉得地点你有什么要求吗 对 我觉得如果说跟工作要扯上关系的话 你的地点一定不能离工作的地方 太远 当然要考虑价格的因素 但是距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上班要方便 就我的意思是说你会不会特定的 比如说一定要是在华人区 或者是一定要在海边 因为我有朋友就想买海景房 然后或者说一定要就是背靠大山或者怎么样 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我个人可能是比较传统的人吧 我是比较喜欢偏华人区 买东西方便 对吧 跟朋友聚会也方便 那其实我在这方面啊 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我可能就看中某一个房子 这房子我喜欢它的格局 我喜欢它的装修风格 我喜欢 我可能就会想要买它 我不会去考虑就是太多别的因素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你去华人区 我可以住的很远 我可以在网上买 它可以给我送过来 或者是我可以自己开车出去 现在这个科技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没有特定说非得要去就是某一个地方买房 这是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没有对错 我知道 我觉得我们讨论吧 第二个就是价格 你有觉得说 价格的话 你如果说是未来啊 可能就是说我们有更多存款和积蓄 或者我们的事业能更上一层 但是这个是比较美好的一种想法愿望 那可能就是在七八十万 甚至一百万以上 有可能的情况下 如果是 这也是喜欢大的 对 偏大一点 也不要太大了 因为咱们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住 然后有个花园 甚至有个泳池吧 就是可能 偏向于这种别墅吧 OK 就是house 对 说到这儿呢 我们也要 就是再介绍一下 像美国的这种 住宿的这种 风格呀 它有这么几个 包括这个apartment condo 其实它俩都是差不多的 是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去网上搜了一下资料 就是说apartment 它是没有就是出售的 可以租出去的 这种叫apartment 就你租的叫apartment 你拥有的就叫 condo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townhouse 这种呢 其实在美国也很常见了 对 就是叫这个连排别墅 对 它有车库 它就跟这个之前这个apartment 不一样apartment 它的车库就是 大家停在一个公共的一个地方 然后townhouse 它是拥有一个独立的 自己的停车库 然后townhouse 它有些可能有两层楼 对吧 对 两层三层都有 前面带个小花园什么的 还有一种就是 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了 就是house 就是别墅 我们朋友有时候问起我们 就国内朋友 就说你们 是不是都住大house 这种大别墅啊 因为好像看电影啊 就美国一说起来 都是那种大豪宅 是吧 大别墅 大院子 大院子什么的 所以我们说实话 现在就是townhouse 是连排别墅这种 因为现在house的话 其实还说实话 价格蛮贵的 其实我比较喜欢townhouse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house的话 你有个院子 自己要去打理 它会带给你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你比如说草啊 长得太长 太高 对 你如果不及时的去处理的话 你可能会被cityhub就罚款 对 然后或者说你没有浇水 或者你浇多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那么你住townhouse的话 还有就是你旁边 是有其他住户的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就是很及时的旁边的人 他可能报警 或者什么 可能帮到你 所以做house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不安全 对 当然这个house 它还分为这个平层 双层 还有多层 对吧 对 你看我们看这个美国的有些电影 这个美国人住的这种房子 它有这种两层楼的 看见 哇 很漂亮 它还有三层 有个小阁楼什么的 对 就 但这个是很理想化的那种电影里的房子 现实中有没有呢 有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在洛杉矶这种房子是蛮贵的 其实 对 对 嗯 就多少钱呢 那这个可以说 你如果双层啊 当然双层可能更贵了 比如说 像这个80万 100万都有 这样的房子 往上走 对 可能就是 你的使用面积越多的话 它的价格就会越高 嗯 当然了 这个也跟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 是 现在洛杉矶的房子就是越往东走 嗯 相对来说越便宜 是的 呃 洛杉矶的当趟其实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但是他们的公寓很贵 我之前知道他们有一个公寓楼 就是 嗯 只有一个卧室 然后有一个厨房 一个客厅 一个厕所 就这么一个 嗯 就要100万美金 哇 你买下来的话 太贵了 我说实话 像当趟这些地方 可能对美国人来说很方便吧 因为到处商场啊 超市啊 但是第一抱停车那边 对 特别堵 但是治安差 嗯 环境不好很脏 嗯 一般来说 像 洛杉矶啊 都是越往东走 环境越好 在那边不好的就是呢 就 可能不是那么方便了 有个地方甚至有点像外州 农场 农场 就是很大的地方 对 那就是地便宜嘛 那个 你开在路上 你还能闻见就是很新鲜的牛的味道 对 草的味道还有 对吧 然后 我们也介绍了咱们喜欢的这种 这种房子 嗯 其实我就在想未来的话 不用太大的面积 可能有三个房 嗯 三个卧室 三个卧室 然后 分别把它们装修成这种比较有鲜明风格的这种特点 你觉得说一个房间一种风格吗 对 我想 来一个日式中式欧式这样 对 你像欧式简约风其实看见真的蛮干净的 嗯 对吧 那种白色 然后这种浅色的这种这种 呃 风格装扮 对 我是觉得像厨房啊 客厅啊 可以做这种欧式简约风 嗯 就是越简单越整洁的感觉 对 你看起来就很舒心啊 嗯 这种对吧 卧室可能做的稍微要这种精致一点 你可能装修 包括这种 你买的家居都可以做的更温馨一些 相对来说 呃 可能中式啊 还有包括这种日式啊 嗯 日式榻榻米其实还是比较 好用的 因为它下面有很多搜藏的格子 嗯 嗯 你都说的是你想要的 其实我就觉得吧 就像你说的三十 嗯 其实真是挺好的 刚刚好 就是说可能是父母有 孩子有 自己有 嗯 然后 但我还是觉得 Town House可能会比较安全 嗯 然后就是说 一定不要游泳池 我不 我觉得千万千万不要买游泳池的 因为非常非常的 麻烦 麻烦 嗯 难清洁 然后也很容易吃Ticket 哦 嗯 然后呢 其实你知道 我特别喜欢看这些房子 我去过很多地方看 然后 网上也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嗯 蔚来空中花园楼房 对 就是一个中国的 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口很密集 对 就是大部分房地产他们都会想要建这种高楼 对 然后就一栋里面有很多人住 对对对 对 这个空中花园 我在前几年就已经看到这个概念了 它其实就是这种错层对吧 对 然后你可以种植物 可以种蔬菜水果 嗯 甚至种树 嗯 我听说还可以 对对 在这种有限的空间发展 更大的这种 就是居住空间吧 对对对 就这样的概念的话 会 让人住起来 更舒服 就怎么说呢 它有点像就是 它把这个一个平层 给大家全部就落起来了 嗯 然后每家每户都自己带有一个 私人的花园 庭院 嗯 比如说有假山啊 有流水啊 然后有树啊 嗯 然后你每天吃完饭 你可以自己带着自己的狗 在自己的院子里 嗯 它这个院子还不小呢 对对 可能比咱们车库还大 是 哦 那挺好的 你像在空中如果 呃 这种多层高层的这种 呃 楼房啊 你能有自己的花园了 既解决了住房 还解决了这个 你 种树 种蔬菜的 种花这个这个问题 最主要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出去跟人接触 就可以去到公园 就可以去到花园 嗯 就自己在那可以遛狗 对对 然后你也不会影响别人家 我其实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么多的植物 它会不会长很多小虫 种不通 哎 这个可能就不能避免吧 我觉得 天呐 我想如果是错层的话 它我不知道它这个就是种植的这一部分 下面或者上面 有没有别的居住 嗯 的人 如果说他们的住房就在那个上面 不会说 就是会很多小虫虫爬进去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好友里面也有一些 这在做这个关于植物种植的一些 就是教学方法吧 嗯 他们有很多办法来治这些小虫子 哦 我觉得越往以后发展 他们可能会普及这些怎么就是 消灭这些小虫子啊 怎么花草养的更好的这种方法 嗯 包括你居住进来对吧 我会发一些守则给你 你可以看学习 然后去把这些小虫子给消灭掉 觉得还是蛮蛮期待有这样的花园楼房 就是说买房子双花园嘛 他们打的口号 但是我感觉其实应该也是价格比较高 因为它是新概念的一种房子 对吧 就是说能不能普及 咱们还有待观察未来 那你有没有听过3D打印房 也听说过 现在在美国也开始就是慢慢流行起来了 对 好像据说是在德州 他们就是找了一个靠近达拉斯的一个地方 嗯 做这个3D打印房的普及 然后他们就会建好多栋 但是你要提前去预定 据说房价是当地原本房价的50% 啊 有些可能更少 对 因为它用的材料非常少 但是它的结构又特别的坚固 风吹雨打都没有问题 对 而且就省去人工费用了 嗯 而且建的速度非常快 好像说8个小时 还是1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栋 现在这个人类啊 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住房 嗯 如果咱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未来人类的幸福指数应该会越来越高 但是这个3D打印房呢 你像在美国啊 它不能轻易的推掉 嗯 以前的这种房子的 嗯 对 它这个很尊重这个私有财产 你哪怕是旧房子 嗯 对吧 有些都不能推 所以这个3D打印房的推广 我觉得 在美国其实有点难形成啊 你像在洛杉矶 已经是很高密度的这个城市了 人口 当趟可能推吗 推不掉那地方 虽然旧虽然破 它不让推 所以这个3D打印房你在相对城市的这些地方 它还见不了 还得往东边走 哎呀 那些空地才能把这些3D打印房给修起来 所以这个问题是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就是要等到3D打印房彻底进入加州市场之后 我们第一个去报名吧 嗯 而且还不能太远 我不喜欢太往东边走了 所以说你的局限性太大了 那边真是不方便 去过东边 那边 说实话你工作的话也不是很方便 开车要开很久了 对 我说了两个中国的 我再说一个中国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 组装式的房子 那我就没听说过 对 他们就是有点像那个疫情期间的那个医院 他们送往国外的医院 医院也是 自己在工厂里面建好这些结构 然后运过去就像集装箱一样 你就拼积木一样你就把它拼起来 嗯 拼起来就是一栋房子 哇 那种呃就跟平时这种房子没有区别哈 对 那价格呢 你还可以可可拆卸好像也是挺便宜的 就跟3D打印差不多吧 也是一种比较新概念的房子 对对 嗯 但是这种房子就是你不太能装修 你可能只能摆摆摆东西 比如说摆床啊 摆柜子啊 但是你要整个装修的话 你估计是蛮难的 你可能就拆掉它再放一个新的 哦 那这个成本和时间就太高了 嗯 成本也看还好 因为它用的是 我忘了是呃 反正是比我们现有的这些钢制的东西 更加的省材料 哦 所以它其实成本也很低 那它跟3D打印房 你觉得哪一个更好推广一点 其实都很难 3D的话 它是属于水泥 嗯 然后快 那其实它这个组合的这个也很快 嗯 然后它是属于钢材的 嗯 所以你就水泥和钢材 你会选哪个 嗯 其实对我来说都可以了 对吧 对 对国内大部分好多 听我据说是刚才的多一点 美国啊 它这些房子有些 就水泥加木材 很多是 因为为了防火嘛 加州那边特别干 还有就是地震 哦 对 地震 地震 对 行吧 那今天咱们也聊了很多了 其实也算是都聊到了 但是呢 就是聊的比较可能笼统一点 对 也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房子 嗯 是喜欢大号色 还是小号色 温馨的 还是就是奢华的 对 或者是apartment 因为apartment相对来说 可能就是人比较集中一点 嗯 但是apartment它有很多地方 离超市啊 或者什么地方都很近 对 它住的社区就会很 离很方便的地方 对 它的社区也相对成熟一些 对对对 对吧 好 行吧 那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嗯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